如今的王一博红得理直气壮 可是谁曾记得19年的时候 他经历过八天八夜被黑的时候呢 这是在陈金令播完的时候 王一博的横空出世 热度飙升 很多人都对这位心境流量开始关注 娱乐圈如此忌惮这位 理由很简单 那个时候的他 作为天天向上的小兄弟 年纪轻 实力不俗 备受关注 可是在这个时候 突然的爆火 让不少人大为惊叹 开启了身巴 更是添油加醋 子虚乌有的增加了很多不实的内容 才会出现了所谓的八天八夜 从学历到恋情 王一博背负了太多没有的东西 不实的言论充斥了整个网络 王一博的经纪公司乐华娱乐 对于却无理招架 因为这破天的爆火 他们也应接不暇 很多知道这一段故事的人 都会感叹一句 王一博走过来不容易 原来红了之后 真的会付出太多太多的东西 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这种情况下 也不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小肥妖在看过后 想说的就是 别看人家风光无限的如今 放在谁身上 都要不一定是过得好 哎呀 没办法 如今王一博走过来了 现在回首 再看一下如今的他 浓墨重彩的一笔的背后 也许有着一份心与酸 王一博红得理直气壮 红得一枪孤勇 这份勇气 在一个年轻人身上 着实不一般 为何他能够深得上头青睐 为何最世代年轻人 佼佼者中 选择了他 为何重大公开场合 都会出现 也许王一博应该感谢 曾经在八天八夜中的自己 让我们看到了更加真实的他 王一博让人刮目相看的事 就是从八天八夜后开始 你在无端防爆他的爆火 我们却越来越看到他的真实 没有被压倒 而是稳扎稳打稿事业 没有红了就飘飘然 没有消耗红带来的红力 而是更多反馈给大家 带出圈肩舞 滑板 摩托车等不少小众运动 带火自己的家乡洛阳 也带过了合作者 其中有一件让小肥妖佩服的 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家国情怀上 王一博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棉花事件一腔孤勇解约后 让安踏连夜奔赴 过去三年的彼此陈旧 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 和国货品牌的出彩表现 现在又有人开始笑 王一博没有太多高奢品牌代言 甚至代言调身价的说法 着实听起来有点搞笑 代言国货品牌就调身价了吗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 业内一致公认的招财小金珠 可不是浪得虚名 邪圈的财神爷能够代言国货 更多是一份责任和担当 放眼望去 有这种格局的顶端明星 又有几个 王一博放弃高奢 门可来羽绒服 代言国货老品牌 压压一天拿下 两个亿 把流量和热度提升的同时 也让我们自己人收益 这才是真正的顶端艺人 该有的样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